透天措 凌晨篡惡火 全家奔逃 一死二傷 落跑長女 拋錨入網 見屍冷漠嗆警察 17公升汽油潑灑 火勢塑燒 顯滅門 國考旅拜 精神錯亂 入獄在山 願依女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沾望醫科女 縱火焚覆案 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好Z 美國Kentucky大學 曾做過一個調查 2279位研究生中 近高達41%的人有焦慮症 39%有憂鬱症 歐洲另一篇研究 3659位博士生 也有32%的人罹患精神疾病 高學歷的人 反而容易身心有問題 這是怎麼回事呢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時間回到2019年5月16日 案發地點在台南市永康區 富華八街 凌晨4點18分 一間透天措 突然竄出了大量火事 幾家道場迅速撲滅 一對母子負傷被救出 但二樓北面房間的劉姓男屋主 就沒那麼幸運了 巷弄內民宅突然喘出大火 下方人員貨爆 趕緊將受困屋內的屋主給抬出 但他被揪出來時 卻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男子經過搶救還是懸告不治 而屋內另外兩人 屋主的母親和小孩也被緊急救出 幸好除了輕微嗆傷沒有大礙 被救出的女子一臉驚恐 16號凌晨 台南永康區這間三層樓透天明宅 突然發生大火 下方隊員立刻趕緊現場拉起水線灌救 在7分鐘內就撲滅火事 衝進屋內救人 警校初步調查 氣火的位置就在一樓 燒毀了沙發電視等物品 燃燒面積大約20平方公尺 疑似是因為電線走火才會造成這起意外 深夜出了人命的不幸意外 一早成為新聞頭條 奇怪的是 劉家長女劉宇涵 人不在屋內失聯 家裡叫車也不見了 消防局火調科緊急看見現場 發現起火點一樓客廳 沒有電線走火的情形 床內上卻有助燃劑殘留 電位監視器發現 起火前半小時 劉宇涵曾開車到交友站 買了17公升的汽油 難道他打算燒了全家人嗎 你還要招呼 火警現場 兩個人在路邊抱頭痛哭 戴口罩眼鏡一頭長髮的 就是死亡的屋主女兒 跟外公抱在一起看起來很傷心 劉姓女子在凌晨三點多 先開車外出買汽油 緊接著房子失火 劉姓屋主救出後傷重不治 但同時間女兒已經開車上高速公路 準備到桃園找舅舅 卻在柳營路段車輛故障 該是天意如此讓他迅速落網 訊問劉姓被告後 任其涉犯殺害直系血清尊親屬 及放火罪嫌重大 且有滅政及逃亡之餘 他今年27歲 一路從明星高中念到私立醫學系畢業 是個高材生 但已經至少三次沒有考上國考 拿不到醫師執照在家裡待夜中 如果真的是他縱火 燒死爸爸 動機又是什麼 地警署認定證據明確 迅速裁定激昂 讓外界相當震驚 只是這個外表甜美的高材生 為何突然用這種方式 毀滅全家人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 在火警後 他臉書發了一篇文 似乎有反社會的傾向 穿短裙娃娃臉 一頭長髮大眼睛 笑容燦爛 流星女子就讀醫學系 臉書一張張 還有出國旅遊 在瑞士雪景前自拍留念的照片 跟棒球隊合照 顯得身材特別嬌小 流星女子綽號小芝 看得出個性活潑 人緣也很不錯 詭異的是案發之後 流星女子在臉書PO文 說這兩天家裡出事 謝謝大家關心 她結成並由衷希望 台灣人以各種非人殘酷的方式死去 她也發誓會考上醫師執照 並成為優秀的醫師 整篇發文還設定禁止留言 讓人懷疑是否常跟家人吵架 因此縱火洩憤 警方詢問為何買汽油 她竟回答 關你什麼事 是別人買了縱火 不是我 甚至帶她看父親遺體時 還面無表情 說你們都覺得我應該大哭 對嗎 劉宇涵已讀醫學系 看多了來解釋自己的冷漠 甚至還變成 我覺得購買汽油的動作太可疑了 我父親有心臟病 我已經解釋完了 父親沒有心臟病 可能是我忌病人忌錯了 顛三倒四又矛盾的功詞 讓人仗惡金剛摸不著頭腦 僅僅詢問幸存的家人 媽媽表示前一晚十一點就寝時 女兒突然跑來房間 拉著她的手說 快起來 我有話跟你說 但因為講話態度不佳 被爸爸怒斥 你不可以對媽媽沒禮貌 劉宇涵於是生氣 把媽媽的手用力甩開 導致她量腔跌倒 不歡而善 而弟弟也證實 母女倆感情不好 因為姐姐被逼著去念醫學系 娘娘大吵早也不是第一次了 大大的笑容 手上抓著大龍蝦 這是死亡的流星屋主 照片被女兒PO上臉書 朋友紛紛留言 父女倆根本一個模子刻出來 似乎當時互動感情都很不錯 劉女的媽媽是書機關退休 弟弟當職業軍人 她則是醫學系高材生 一家人都是人生勝利組 卻演變成女兒涉嫌縱火 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 如果不聽我說怎麼有 所以也不好 這兩個女兒而已 一家一千 一家三個六千 畢業了 我們在一起上班 什麼都過 現在要說醫生上班 這名流星女子 醫學系畢業後 國考落榜至少三次 懷疑可能情緒大受影響 學歷優秀 照片中活潑俏皮的高材生 卻變成冷血縱火 害死父親的殺人犯 劉宇涵被激壓後 曾寫過申請狀坦承犯案 卻又在後續偵查中否認放火 言語沒有邏輯多次停頓 甚至前後矛盾 或說出非事實的話 像他父親是私人司機 他卻說是牙醫 還說弟弟媽媽也很可疑等等 經過醫院精神鑑定確認 他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所以媽媽講說 這個他認為姐姐生病了 這個你也認同 對 這個很明顯 所以說你們願意原諒姐姐 對 台南地院18號開庭神禮 媽媽和弟弟都選擇原諒 媽媽不斷替女兒求情 還哭訴孩子生病了 卻沒帶他看醫生 劉宇涵大學同學表示 大五大六曾一起出國旅遊 那時還十分正常 直到升大七到醫院實習 突然出現許多怪異行為 像是每晚不回宿舍 睡在值班室 講話開始停頓 答非所問 理解跟反應能力變慢 還懷疑醫院的學長暗戀他 甚至有聽到聲音 覺得有人要害他 而每逢國考就變得更嚴重 考完才會恢復一點 27號下午在台南地院 開辯論庭時 醫學系畢業的流性女子 疑似受不了長期被羈押 一度情緒失控 大罵檢察官及律師 你去死吧 雖然流性女子的家屬 一度求情 也表示流性女子的精神狀況 越來越差 需要就醫 但在法院上公然開罵 已經涉嫌違反公然誤誤罪 地院表示 不會主動移送和告發 本院考量 因為被告已經經過 承納醫院精神鑑定 認為他辨識違法行為的能力 已經顯著降低 最後一嫌法官認定 劉宇涵罹患精神疾病 依法減刑 判處有期徒刑12年 上訴二選再減刑為10年 2022年5月26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三選定業 只是沒想到 入監一年後 他跟一名同樣罹患 思覺失調症的 矚目殺人犯當室友 兩人再度登上新聞 染著亮綠長髮自拍 這名女子是去年1月 台南市虐童慘案主嫌 女童生母的學姓表姐 當時她謊稱小女嬰 身上有嬰靈 煽動其他人一起虐殺 犯刑罪重 被判無期徒刑 目前仍在台南看守所激押 不過最近傳出 她在裡面竟然控訴被虎巴掌 去年9月10號 薛姓女子拒絕接她郵票 結果劉姓女子突然暴怒 虎她巴掌 導致她臉頰衝中 逢年12月19號 劉女準備做筆錄 進去證訊室之前 打薛姓女子的右臉 出來之後再甩了她一巴掌 因為看守所現在目前還是多人一間啦 除非是有竄證之餘的被告才不會讓她在同一個社房裡面進行羈押啦 沒有其他的疑慮的部分 我想看守所的執行這樣子的措施 目前來講應該是合理的 虎巴掌事件 劉宇涵最後被台南地院判處拘役40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究竟劉宇涵是怎麼生病的呢 醫院監視報告並沒有提及 但我注意到判局書中 她大學同學曾在大六升大七時 聽過劉宇涵的心聲 她覺得父母把她當作一個工具 是用來養她弟弟的 她想走神經外科 但父母希望她可以走小兒科 賺比較多錢的科 給她父母或弟妹 讓她非常不開心 至於為何不提早就醫治療呢 劉宇涵弟弟這樣說 父母跟我說去看精神科會留下記錄 可能會對姊姊的醫生生涯會有不利 姊姊雖然表示要繼續準備醫科考試 但我覺得她讀書明顯 只是看著書沒有讀的感覺 也許劉宇涵一路優秀 卻被迫背負著長女的責任 也許她不想認輸 抗拒就醫 壓力卻早已將她擊潰 最後讓老Z工商實踐下 最新中天自由品牌保養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有藍光神盾炸藻直萃 法國原廠專利黃金海藻萃取 抵禦陽光侵害老少皆宜 現在就像快點夠貼上老Z推薦代碼 CTI527享受更優惠的防曬體驗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